55岁的冯信消防小队长 伤势过重 不幸罹难 这名小队长其实在消防单位 已经任职了27年了 曾经参与过 莫拉克风灾 还有八一气暴等多项救援行动 他的个性尽忠职守 深受到同事的信赖 而且眼看这个月26号 其实他就要过生日了 但现在却发生这种憾事 两亲我们知道了 都非常的悲伤 冯翔分队冯信小队长 在执勤期间参与车祸不幸罹难 一个晚上过去 他的太太在亲友搀扶下 缓缓走进灵堂 神情哀戚 那个扶序的问题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有在准备在讨论 同仁殉职消防局长到场慰问 肇事的义影车司机也特地来致歉 随后检察官抵达灵堂香宴 要厘清小队长死因 他个人来讲 凡事都是身陷是足 在这边也是很遗憾 同事一个很好的弟兄跟同事 但二号传回队上 同事们怎么也无法接受 朝夕相处的好伙伴 原本这个月26号要过生日 却一夕间离开 他是一个让我们长官 这个眼中的好部署 那部署中的眼中的好长官 今年55岁的冯晓队长81年 锦校毕业后 在高雄消防单位一待救世27年 参与莫拉克风灾 八一气暴等救灾行动 镜中职守个性 深受同事信赖 但原定三年内要退休的他 如今再也来不及 其实我们都退休年龄也都快到了 他可能顾虑到家庭状况 因为他还有个儿子在读大学 曾为了做孩子的榜样 到科技大学进修的好爸爸 骤然离世 原本和乐的一家四口 剩下从事没法业的太太 和大女儿 以及在念大学的小儿子 相依为命 一家人悲痛欲绝 而除了校队长 同车的另一名赖姓队员 也因为头部重创 刚开完刀 住进家户病房 还在跟死神拔河 队员家属第一时间 对肇事车辆公司提起假扣押 另外曾信分队长 也在车祸中双脚骨折 颜面受伤 紧急手术后 在家户病房观察 至于另外三名队员 伤势较轻 住院治疗后 没有生命危险 如今亲友们 只盼相关单位能 从有抚恤 协助家属 渡过难关 记者五媒轩赖一轻 小剧院高雄报导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